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是讲义了 那因为我想维世本来就是非常不容易读 虽然我们讲第二次 这个其实录影来讲的话第二次 那第二次我想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讲 所以比较根据他的这个课文内容 那么这样让大家有机会回去还可以再继续的稍微 因为透过文会之后是不是就要有诗会啊 那要有诗会的话呢就可能就要看书 那所以呢我想我们翻到第一百六十页 第一百六十页 那么讲到第七次 那么因为我们要先讲凡情的部分之后 再来讲圣志 那这个还是在凡情的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那个寄宋的本文 我们大概已经先稍微解释有一些概念 那么可以再比较稍微详细的来看 那么在一百六十一页这个地方 因为在这个宋文 那么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七意识 它最大的一个特质就在于什么 代值 真代值 尤其是什么 真代值 如果是前六识一起作用的话 叫做什么 四代值 那么如果只是第六识的话呢 叫做什么 独隐境 对不对 如果以第六识为主的话 那么就叫做独隐境 所以我们说有三境 对不对 所以第六意识本身呢 叫做独隐境 那么也会有有值独隐 跟什么 无值独隐 有值独隐呢 它是比较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无值独隐呢 是比较属于妄想型的 是比较没有意义的 如同什么 龟毛兔角之类的 对不对 我们自己想象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那么这个 只是落在第六意识的话 我们说它有独隐境的机会 但是所谓的代值 它本身就是相互之间 都还有所牵连 那么尤其我们最深层的 这个第七意识 它本身唯有什么 代值境里面的什么 真代值 真代值 所以所谓的真代值 它就是圆着我们的什么 生命本体 因为为是 把第八 也是当做什么 本体论 宇宙的本体论 它只是去圆着 它往下圆着 第八意识 往上圆着 第六意识 都还是以心 圆心 对不对 叫做真代值 但是如果是前六识一起作用 第六识 去圆了前面的五识 的话就是什么 四代值 所以我们所见到的 这些现象 并不是诸法实相 而是我们各现各的相 各唱各的调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都有自己所现出来 不同的世界 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 四代值 往外的这个部分叫做四代值 所以他这就讲到所谓的第七 第七识倒数第三行 因为他圆内不圆外 是不是 他只有圆内不圆外 所以他所圆的对象 只是什么 第八识的渐分 把它当做是他的什么 相分 所以慢慢的一次一次的讯息 就越来越习惯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这样子的相分的景象 并不如同第六识的什么 独隐 为重见 有没有 独隐 第六识 如果纯粹 第六识是不是就叫做独隐 禁啊 独隐禁 那前五识来讲的话呢 他也会有性静的什么 出现 前五识 他的性静的出现 是要能够怎样 不随心 要与什么 第六识无关 要与第七第八识无关的状态 我们所看到的 第一个紧张应该叫做什么 性静 听到的应该叫性静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啊 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们这个其实昨天也讲到 有没有演示的产生 而是产生是不是要八 要九元八七好相邻啊 他是不是还是要依附在什么 心上面啊 对不对 整个叫做心 有没有 这个心最上层叫做什么 分别一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叫什么 染静一 第八意识叫做根本一 里面还有什么 种子一 对不对 这个不用死背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透过影像 更容易去记得 所以这个前五日呢 他其实是不可能独立 但是如果理论上 他独立的话就叫做性静 就是源到了什么 真理的现象 所以我们源不到真理的现象 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 对不对 起了什么 分别的心 而且有染静的心 是不是 那么也因为我们的这个种子 各有不同 所以变现出来 感受上是不一样的什么 世界 好 那么在162页 162页呢 那么这里就讲到说 无腹无忌性 在第二行 第二段 二十五第五行 他这里说 无腹无忌性呢 那么戏什么呢 第八诗的什么 特性 对不对 那第八诗我们说 它是不染污的 它是不染污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把这个心做了整理 把所有的染污集中在中间 是不是这样 把这个集中的部分 就叫做什么 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好 那所以第七意识来说的话呢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染污的 所以它的染污从哪里来的呢 就从它的这个 这个覆盖上面的 砸染来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七意识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腹的 有腹的 所以它是什么 染污无知 染污无知 那么以第七意识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以什么 以烦恼为体 第七意识本身 它是烦恼为体的 它本身一定充满了烦恼 因为有杂染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第七意识的这个 烦恼的解决 要到什么时候啊 要到七地菩萨圆满 要到七地菩萨圆满 那么第八意识来说的话呢 因为它属于什么 不染污的无知 我们感觉不到它 其实是因为它是在 我们很难去感受到它的存在 它是一种无知的状态 但是它是属于什么 不染污的无知 那第八意识它本身 就是一种烈惠 第八意识本身是烈惠 就是它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说 第七意识的别境 是不是只有一个烈惠啊 因为第七意识所看到 是不是就是第八意识 对不对 它所看到 它本身是烦恼为体 第七意识的建分建到了什么 第八意识的建分 把它当作是第七意识的相分 所以我们说它的别境只有一个 就是第八意识 为什么它没有 第七意识没有称恨的心所啊 第七意识是不是有贪的心所啊 贪第八意识 第七意识会不会称恨第八意识啊 不会 它不会称恨第七意识 所以没有称心所啊 有没有 根本烦恼是不是贪吃我见慢香水 它只有贪的心所 然后呢 有没有称恨的心所啊 没有称恨的心所 但是有没有愚痴的心所 有 因为它一方面 第七意识本身 它就是以烦恼为体嘛 是不是 它以烦恼为体的时候是愚痴 愚痴的 并且呢 我们说第七意识 它因为有杂染 有聚生 我觉得什么 慢心 那这个也是烦恼为体的地方 然后呢 第七意识它有没有疑 有心所啊 没有 它从来不怀疑的 因为它 第七意识的所有世界 是不是就是第八意识啊 它绝对不怀疑第八意识 它也不会称恨第八意识 这样知道吗 我们对自己 我们很深沉的自我爱当中 对自己是不恨的 也不怀疑自己 专门在怀疑别人 在恨别人 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六意识 借着前五世的根 然后去收集了很多的资讯 然后才起了什么 诚恨的心 贪嗔痴慢疑 是不是全部都有啊 但是呢 还有个什么 恶见 见解上的错误 那是什么 我们对六意识思考的问题 那如果以第七意识来讲的话 在恶见当中 是不是就是以我见为主 以身见为主 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本身 就是以烦恼为体的嘛 对不对 它是染污性的 它是染污的 染污 而且无知的 所以呢 第七意识的别境 只有什么 只有列会 只有看到了第八识 第七识的所有的世界 就是第八 只是它要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第八意识里面的生命 生命的泉源往上输送 在输送的过程 是不是也会影响了 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思考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整个心里面的 最脆弱的地方 因为是什么 第六意识是不是一直往外跑啊 第七识一直往内缘 所以在六七当中 是不是最有机会锻炼 一个往上 一个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死亡 我们的死亡就是人啊 第七八两识脱离了嘛 会不会脱离在七跟八之间啊 我们的脱离是不是脱在六七之间 而不是在七八之间 七八之间会不会脱离 从来没脱离过 所以我们平常讲到中阴气的这些都会把什么七跟八合在一起讲 但是这种讲法还不够严谨就是了 但是在我们凡夫众生是必然这样子 甚至登地以上的菩萨是不还是这样啊 一直到怎样七体的圆满 所以只要有第七意识的作用我们一定会会生死 会有生死 而且是什么 分段式的生死 分段式的生死 只要第七意识的杂染没有解除的话 所以我们说真的要解脱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解脱的话呢 以声文来说那他用什么方式啊 他就从第六意识来扶住什么 第七意识 让第七意识的透过定静而不起作用 所以为什么声文非常重禅定 我们一直讲说解脱的关键在智慧 但是一定是不是要有定来辅助 必然一定要有定辅助 就是让下面的七八两识怎样辅助 所以以声文法他是不是不谈下面的 他用功用功在哪里六根六识上 就是要借着第六意识的会加上定的辅助 来让什么七八两识不起作用 当然以声文的那个思想结构并不是这样 他就是用功在上头就对了 因为与下头他就不去论 但是我们现在透过维世学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会是不是要从第六意识来啊 当然他不是独立的 而是要怎样 是不是要透过眼识而是彼此神是神是神是来辅助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善用前五识 不要被前五识用去了 对不对 我们要善用啊 听经文法是不是要用 但是呢 听经文法最大的作用 是不是在第六意识上面啊 要能够怎样 转世诚挚 才是重要的嘛 要转世诚挚 把吸收进来的呢 那么还要能够透视 那是不是应归有第六意识的缘故啊 前五识 他所吸收的呢 说实在是一种什么 表象啊 所以为识跟为心说实在呢 他都建立在什么 就在心 为什么把它变成识呢 因为他做了切割 所以我们常常会心识心识怎样 结合在一起讲 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是什么 重的剖面 他剖重的才能够去分他的身浅 第六意识我们的生活或者身文 他是不是只有讲上面的啊 六四六根 外头有色 声 香 味 醋 其实都是属于什么 像 所谓的像不是只有色像 声也是啊 喜欢听好听的声音 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美食主义者 有没有 那现在又很讲究还有文的香 对不对 点的香 还有香精 这些香精是不是从鼻视来啊 让我们的鼻视有更多的什么 选择性 那这些也都因为透过外在的这五根 来让我们有机会怎样 射受到哪里 到第六意识来嘛 对不对 所以射受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要从相转到性 从相转到性的关键是哪一个意识啊 关键在哪里 第六意识 是不是第六意识 我们说 是纵圆和合的现象 但是能不能和合的了 是透过很多的努力 对不对 那也要和合的了 这个才叫做什么 像 其实我们看到的像 已经是和合的状态 但是这个和合的状态 稳固不稳固啊 并不稳固啊 我们有和合的力量 其实还有一个力量是怎样 往外的 所以是不断的在动的 我们的第六意识 如何转世成智 第六意识 是不是要转成妙观察智啊 如何妙观察 就是观察到里头去 观察到什么 这里面深度的 细的部分 外面是不是表的 是浅的 是粗的 有没有 我们其实着在外向上 其实是很粗浅的 非常的粗浅 里头 我们的智慧的来源 要转成妙观察智 是第六意识的 最大的能力 第六意识 他最大的能力 其实就是要怎样 转成妙观察智 就是要怎样 升官因缘法 知道因缘什么 的平等性 那么我们是不是 才能接受 其实这个现象 是平等的 是不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团体里头 是不是也都有 不同的 应该说叫做职位 好了 那为什么他会拥有 不同职位的现象 有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的努力 不同的缘故啊 对不对 他所结的人缘 不同的缘故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很多 众多的因缘 是不是 这结合的因缘 都非常平等啊 所有的平等就是 人人都可以努力的 对不对 他会去结合出什么 不同的现象 但是是非常公平 公平不公平啊 其实是公平的 里头是平等的 外面自然会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公平的现象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所谓的妙观察智啊 不是只有看外相哦 我们如果着在外相 那么着在外相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不平等啊 有的比方说 在一个家里头也是啊 父母疼爱小孩子的程度 是不是不一样啊 那我们就说 这个实在说 是结的缘的问题 是不是结缘的问题啊 跟这个孩子 素质的因缘有关系 有的特别的怎样 会认为 就是说他所结的 过去的善缘比较深 有的那比较怎样 结的缘没那么深 是不是父母对小孩子 也没有办法 虽然尽量想要公平 但是是不是也不见得 那么公平啊 是因为怎样 是不是过去的 这个因缘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当我们把所有一切 真的实在要归到 什么因缘法上面 是不是就归到 因缘里头 这个就叫做妙观察智 就不会停顿在什么 表象上 这样子也才有机会 抚平我们的心 也透过抚平我们的心 让下头的作用不大 对不对 生文是不是就是用这个方式 他用的是上头 他从圣生的空意 其实生文法 他虽然不是用法性空会 但是他用圣生的空意 来怎样摆平 才有机会怎样跳脱 那这种要去辅助呢 一定还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禅定的能力 辅助 辅助 但是菩萨呢 菩萨不能太重定 因为如果菩萨 生文他非常重定的时候 他比较会怎样 离群所居 是不是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们在常住办 大专的佛教艺术研习营 那么我们请了一位居士来发心 他在办这个营之前 他正好去农产寺打了一个残器 心里非常的平静 回到常住来的时候 我一下面对 那个是非常吵杂的一个状况 他就状况频出 一下子光是洗澡会烫到 那个冷热都调不好 然后他起很大的烦恼 因为他才从一个非常宁静的地方 忽然间跑到一个很动荡的地方 在半活动当中 是不是非常动荡啊 要陪着 而且由他来主办的时候 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是不是要据细迷移的去思考 但这种思考呢 事先的思考到实际上面的运作 是不是还有距离啊 但是因为他还停留在 他原来很宁静 很寂静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他一下会适应不过来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 他不能入身定 菩萨不入身定 不断细祸 才可能跟着什么 跟着众生 菩萨本身也要有定的能力 并不是说菩萨就不要修定 但是呢 如果是属于这种 这样子要去辅助的这种病来讲的话 就会脱离 脱离什么 生死 对不对 他会脱离生死 因为我们的生死在哪里啊 我们的生死的关节在下面 所以我们说菩萨他不入身定 不断细祸 叫做流祸润身 润身 所谓的流祸润身的这个润身 是滋润众生 很多人误会了 也认为说就是要来生死 当然 要透过生死 是不是才有机会来利益众生 菩萨要会伴你众生 这样子起起伏伏 菩萨就在众生当中 怎样磨练 所以常讲说像 佛印禅师跟什么 苏东坡有没有 苏东坡他一禅作 他说起手天中天 豪光照大千 大风吹不动 多安坐子心连 那是一种非常沉浸的状态 他是不是暂时扶住了 但是佛印禅师一看 只用两个字说放屁 马上一气就过江来了 这里一扰动 是不是那个定力就破功了 他说你还这个八风吹不动 一屁过江来 他在对岸 所以这种的沉浸 说实在 以身文来讲的话 自我解脱可以 但是那个都还不及菩萨的功夫 还不及菩萨的功夫 所以为什么菩萨要留祸论生 他也要有 要留下 因为有祸 是不是才能够生死 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我们说就是祸业苦 没有祸是不会去造业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往往呢 身文他就是透过怎样 断祸 他不再造业就不会受苦苦 就可以不受厚有 但是菩萨呢 如果脱离了众生 就不明为菩萨 菩萨是在什么 众生当中怎样成就 所以为什么要讲到 信空 是因为透过信空在现象上 才有机会 平等是不二的 不管是出 是入 对菩萨来讲 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也会是 比方 生死 跟涅槃 我们一般想到生死跟涅槃 是想在像还想在信啊 像 我们会觉得生死苦魄 所以想要怎样 厌离生死 对不对 我们把它想成什么 像 就会是不是想要出离啊 然后入 也会想要出离 要有出 就会想要怎样 入 新入涅槃的境界 有没有 什么叫涅槃的境界呢 是一种极境的世界 这是透过像来想象 要脱离世间 所以往往呢 喜欢这个 比较以自我了托的人 他比较 敌群索居也是这个样子 他不会 他不喜欢在愧闹当中 好 那但是呢 菩萨要怎么看 这是声闻啊 他都从什么 现象来看 但是菩萨如何的看啊 要把它怎样 结合在一起 要打破 这个界限 为什么能够打破界限呢 是因为身关因缘法 所有的因缘 是不是非常的平等啊 其实所有的因缘 是平等的 叫做什么 生死 极涅槃 所以才可能 释出 释入而无碍 释出 释入而无碍 是透过什么 法性 所以我们一旦谈到法性 是不是就要知道 是里面的 当然一下子从 生死涅槃 比较不容易懂 就像生跟灭好了 我们平常 把生跟灭当做什么 两回事 大家是不是喜欢生 不喜欢灭啊 有没有人说 我很喜欢去参加告别世道 很喜欢到悲仪馆去 几乎正常状况不会 那都是很不得已才去啊 去的时候 是不是都很悲伤的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生日 我们都要庆生 庆生 是不是都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 是不是着相啊 喜欢什么 生相 而不喜欢灭相 那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怎样 因为我们如果 一直在相上 我们就会情直 就会起执着 所以呢 我们说 所有的Borex 是把这个怎样 是打破界限 所以我们说 透过否定式的符号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怎样 它有一个作用 就是要破 有没有 否定式的符号 是不是才能够破除啊 什么叫破除 其实是没界限的 我们刚才把它当作两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怎样 生相 生相就是生相 不会是灭相 有没有 灭相就是灭相 会不会是生相啊 我们到殡仪馆去 会不会觉得 哦 生机盎然啊 但是我们说 这个人往生往生 所以死亡不是 永远不变的死亡 他是不是往生啊 这我们佛法 我们一直 以佛地址都不是讲说 这个人死掉 而是说他往生往生 有没有 为什么往生 因为他还会再去结合 他下一辈子的生命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好不容易结合出 我们这辈子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开始 就步向死亡的路途啊 有没有人不是这样子的方向 大部分都是依序排队去 但是有人会争先恐后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之间 有没有一定的界限 这个叫做生中有灭 灭中有生 这也是因缘法的 非常可贵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呢 不是透过现象来理解的哦 如果我们只有 只有信赖我们的肉眼 我们的耳朵所听的这些 看 浊在现象上 是不是就是我们 很容易 怎样起情职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不是 一个情绪很大的来源啊 从第六意识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起情职 为什么会起情职 是不是也被我们的 第七意识影响 杂染 都从自己 我可意跟不可意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妙观察制 要如何妙观察制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途 而且它是有规则性的 有的人说 有的人以为说 放下就是放弃的 反正做来做去 最后都是空 所以我干脆不要做 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是 对空的理解啊 不是哦 那是情绪哦 对不对 那是很情绪的话说 不然我干脆不要做好了 对不对 以菩萨来说的话 他多做多错呢 菩萨道是很难行的 菩萨道都是 那是个妙观察制 很重的人 对不对 这个也想做 他就一直在 愿意去发心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在做很多事情 是不是还要接受 很多的批评啊 不是所有人都叫好 还很多人在扯后腿 那菩萨要不要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如法的事情 我还是坚持着去做 当然不如法的事情 我们就不做了 菩萨道在如法当中 我们就说深入什么 法性的话 是不是能够不可引转为业啊 有没有 决定尽为性 看到里面了 其实是看到里面 因缘的什么 平等性 其实是因缘的平等性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 在讲这个性空的 在讲性空 是因为怎样 到法性上面去 而且这个空本身 它有破除我们的执着 破除我们的界限 还能够怎样 还要知道什么 平等 有没有 其实身跟面 都性空 是不是都性空啊 它平等在哪里 平等在法性上 在现象上 我们会觉得不平等 但是如果法性上面 平等的话 法像上 是不是应该要平等啊 所以 佛陀涅槃的时候 所有的弟子的反应不一呢 有的这个护天抢地啊 垂胸顿足 有的呢 是不是默然的接受啊 为什么会默然接受 正果的圣者 什么叫正果 把法相跟法性 结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 法相归法相 法性归法性 看到的是 有生有灭的现象 对不对 是不是觉得是 有差别像啊 如何让生灭 能够平等 要透过什么 法性 所以会用什么 不生不灭 这个不有没有 这个不是不是来自于 性空 所以所谓的空 它一种否定式的符号 不是只有空 不是不是也否定式符号 无 非 不无空非 有没有 这也是佛法中的难题啊 用肯定式的方式来叙述 我们都很懂耶 偏偏那个 我在心经才两百多个字 哇 整部心经要搞懂它 是不是都卡在哪里啊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解 无言而彼此生 无色生相会说 无眼见乃住 无义世界 无名义 无名尽 有没有那么多的无 这个无是在讲什么 在讲法性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这个就是在讲什么 不二 因为我们的世间里头 为什么叫世界 它是一个相对的现象 所谓的世界 是不是一个相对的现象 白天过去黑夜来了 黑夜过去白天又来了 是不是 一群人聚合了又离散了 那离散之后 是不是还有机会聚合啊 只要我们执着 就还能够让它再怎样 聚合起来 所以我们是不是都生活在 那个相对的现象里头 我们以为这相对的现象是 是很清楚的切割呢 其实并不是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从现象上 我们会以为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透过法性 是不是要打破这之间的界限啊 因为它信空 它也信空 那这样子是不是很麻烦 干脆用不不不就好了嘛 生性空 灭也性空 争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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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很麻烦 所以就叫不生不灭 不争不争不争不解 这样理解吗 透过法性而平等 透过法性而平等 是不是还有机会平等 为什么要平等 无非就是抚平我们的心 才不会一直轮回生死 个人解脱 透过空意就可以解脱 但是菩萨量上不同 当菩萨感受到这个的好 那个家伯仙一发作的时候 就会想要说 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共享啊 所以菩萨他反而不忍心 自己独享之后 自己怎样解脱 那要如何能够跟众生共享 要流祸 才能够滋润众生 断祸是为自己想要解脱 菩萨流祸 是为众生 是为众生而流祸 那么也因为菩萨 我们会觉得世间是世间 出世间是出世间 有没有 但是以菩萨来说的话 是不是透过 深入法性的时候 世间与什么 出世间 他是不是就 他没有明显的界限 菩萨在众生当中 虽然在现象上是窥闹的 但是 菩萨能不能非常平静的心啊 可以哦 为什么可以 因为知道因缘的平等性 才可能出污泥而怎样 不软 才可能出污泥而不软 这是佛法里头 非常高的境界 也透过这种意境 才有机会怎样 行菩萨而圆满成佛 有没有六度万恒 是不是菩萨道要做的 但是五度如芒 是不是要菩萨为达啊 就是透过菩萨 所以所谓的菩萨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第六意识 怎样 转世成至的最重要的关键 妙观察 如何妙观察 要观法性 而不是只有评论在法相 所以唯一是所讲的就是 我们法性理解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法相 是不是就限到什么程度啊 这样懂吗 凡夫有凡夫理解的法性 所以凡夫就现出凡夫的什么 现象 圣者有圣者理解到的 验证到的法性 所以从法性才能够成就什么 法身 有法性才成就法身的哦 怎么叫法身呢 佛陀成佛的时候 尽须空见 是究竟圆满的法身 如同太阳一般 照耀下来 当我们第一次去验证到了 所谓的性空的现象 现前 见到了诸法实性 这个是透过文字 波瑞进入观照波瑞 我们的观照波瑞能不能正确理解 是不是也要透过文字来理解 才能够做正确的观照 为什么要做正确的观照 就是要透过第六意识 在观照其实就是在转世成治的过程 当我们验证的时候 它转为什么 妙观察 见到了 因缘的平等下 真正的见到 但是这个见到不是肉眼见到 我们说是在什么 第六意识禅定的状况 跟会结合在一起才可能 那才是一种什么 涅槃 这样知道吧 所以它等于是 第一次去 touch到了 佛陀法身的一部分 那个值一样 就像太阳光 一道曙光是不是也来自太阳 它的值一样 但是量不同 但是只要有这道曙光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去触碰到了真理的现象 就有机会解脱 就看我们的心量大小 我们的解脱是根据真理法则来的 思想理念 行为 动作 生命的实践 是不是要根据真理法则 但是能不能解脱 就看我们能不能验证到真理的现象 只要去触碰到 我们就有机会解脱 那个就叫做正出国 如果个人 他正出国 所以一旦正出国的时候 他无法言说的 金刚经就在问吗 正出国的圣者 二国三国四国的圣者 是不是他还要说他正啊 他根本就不说 因为那个也没法说 也不需要跟我们反复来说 就好像大人大人之间有事情 大人自己商量 大人会不会去找小孩子商量啊 不会啊 大人是不是有大人考虑的观点啊 对不对 就像小孩子小孩子吵架 大人会不会跟着一起吵下去 如果这个大人也跟着吵 表示大人还不成熟 对不对 跟小一样幼稚 所以当我们超凡入圣之后 会不会回头跟我们这些凡夫来争辩呢 不会的 所以会正的嘛 无争三昧 有没有 为什么正无争三昧 因为他已经转世成智了 而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一直还在 还在糊涂当中 然后不断的透过语言来争辩 当然语言文字呢 是一个工具 但是一定要正确 如果错误的争辩也没有 也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正确的引经据点 根据佛法 那么这样子的语言 是不是才有意义啊 因为它是一个引路 它是一个道路 寻着这个道路 可以登山 那么登到不同的高度 是不是看到的景象不同啊 风光不同 风光不同 所以第六意识 转世成智 会是我们修行当中的 第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所以我们常讲说 在八世当中 我们的修行 要放在哪里 第六意识 放在第六意识 因为第六意识 才有机会来教育 我们的什么 第七意识 我们透过信空的观念 其实在改善 我们第六意识的 那个杂染程度 越知道信空 我们的那杂染越少 越不知道信空 杂染越多 越严重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没有学佛照样在生活 只是比较糊涂的生活而已 比较自我的生活方式 越自我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一直在杂染 我们的第七意识啊 所以就会变成心胸狭窄 斤斤计较目光如斗而已 但是这样子对生命来讲 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透过这些 是不是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 它逐渐的由无名而转为光明 从黑暗当中的 能够见到佛法的光明 并且学习菩萨 给予众生生命的温暖 那是什么 慈悲心 慈悲心 在透过信愿的力量 其实是透过信愿的力量 才让我们有机会 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 还不断地能够怎样 在流转当中 能够累积我们的善根福的意愿 是清楚而明白 所以菩萨道来讲的话 并不急于了脱生死 所以太虚大师也说 他没有急于了脱生死的贪心 太虚大师是一位大菩萨 太虚大师的思想影响了应顺导师 应顺导师也因为 有前面的因 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 太虚大师比较从教制 从戒律总统去做改革 这些其实是比较在现象上来改革 会有很多的挫折 会有一些挫折 有些人是不同意的 教制 教禅 这些呢 太虚大师起了很大的革命 但是我们说在现象上的革命 是很困难 所以应顺导师直接从什么 从心灵 从思想 祝福利说 我们接受了应顺导师的思想的时候 是不是 是从我们的心灵 从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深处 怎样改造起 其实外相不是最重要的 外相呢 其实是一个什么 果相而已 根本是不是还是在那个音上 是在这个音缘上面 那么第七意识 在我们的165页 因为根据书本的话 因为有文字记载 我们可以看得深一些 165页呢 这里讲到 因为我们 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是什么 贪之我见 慢相随 那其实呢 要从什么 从鱼吃上面去下手 因为鱼吃 是因为我们着相 所以会有我见 神见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的话呢 我们是比较容易去 去调理跟放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第七意识这里 讲到所谓的我吃 就是什么 就是无名烦恼 那么165页这里有个 共无名跟什么 不共无名 什么叫做共无名呢 就是与贪等本货相应 前六世 他是共无名的 前六世 我们起无名的时候 往往都是在怎样 与什么贪嗔吃的本货 根本烦恼怎样相应的缘故 但是还有所谓的什么 不共无名 什么叫不共无名呢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不断地在贪嗔吃那么明显的情绪上面 但是其实我们很深细的还有不共的无名 为什么说很深细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横行不共无名 有没有看到 横行 为什么横行 因为是第七意识的 第一 第七意识的无名 一直不断地 但是它 它是非常细的 不见得我们是很明显的能够表 就是表达出来的 不见得我们很明显的表达出来 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横行不共无名 也就是我们的第七意识怎样 横直第八的见分为什么 我的相分 是不是 所以呢 无有间断 其实我们一直在不共无名 不共的横行无名当中 横行的不共无名里头 虽然我们现在 那我们的那个前六意识 是不是才会表现得 比较明显 第七意识的非常的不明显 但是它随时都有 叫做横行的 横行的不共无名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什么 独行的不共无名 所谓的独行的不共无名 它这个一旦独行的时候 是不是第六意识的问题 第六意识是不是才有独引进 要不要才有独引进 所以呢 所谓的主独无名 什么叫主独无名呢 就是与 它可以说与分等随获不相应 什么叫分等随获 小随烦恼 小随烦恼 那么也就是说 第六意识里头 它是什么 中随 小随中随大随是不是都有啊 所谓的主独无名呢 就是随时 就是说它 我们个别的 第六意识本身呢 中随大随烦恼会做主 常常在无惭无愧的状态 而且在懈怠 这个失念 有没有失去正念 放逸啊 这些是不是大随烦恼啊 我们常常在这个部分 独行的不共无名 那什么叫做非主独的无名 就是与什么 分等 与什么 与小随烦恼相应 那是不是出而猛利 而且它比较怎样 它比较属于怎样 不共无名的 就是说 那我们说 我们的愤恨 腹恼 狂肠害焦 这些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贪生痴的感受 是不是比较降低啊 那个都会集中火力在这个上头 虽然它也来自于我们的本货 它是不是随货啊 所以一旦 一旦这些愤恨 狂肠害焦的这些小随烦恼 一旦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都怎样 做不了主了 是不是 我一直跟着情绪跑 这个叫做什么 非主独无名 都还有这么细的 详细的一个分析 这个部分可以大家自己好好的再去品尝 主角 所以这个也是维世的一个特质 它是可以做种种的切割 好 我们的时间到 后面刀房 谢谢大家